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the teacher Ala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大家好我是Alan老師 上次呢我們購物片已經有入門的 入門的基礎的單字以及句子來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呢我們一樣主要是 今天主要帶的購物片呢主要是 可能是東西是哪裡製造的 主要是有關這些對話 或是店裡面有一些對話 來學認識一下 那今天的單字呢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大概有十幾個 沒關係 其實大部分主要就是 國家的國民因為是哪裡製造的 所以就是來一一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那單字的部分呢 來我們第一個 產品 Product Product P-R-O-D-U-C-T Product Product 就是我們的產品 好 來下一個 手工藝品 手工藝品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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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c-t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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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手工藝品 然後在下一個 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 它是一個形容詞 indigenous indigenous i-n-d-i-g-e-n-o-u-s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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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下一個 顧客 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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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ai-wan made-in-tai-wan 其實我們也可以簡稱為 MIT 就是我們 現在的國家 是我們經濟 經濟部呢 所要推廣的 推廣MIT 對不對 因為台灣製造 主要是因為是國貨 所以大家要支持MIT 就是國貨 好 再來下一個 大陸 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大陸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好 再來下一個 馬來西亞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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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Malaysia Malaysia 好 再來下一個 日本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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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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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下一個 泰國 Thailand Thailand T-H-A-I-L-A-N-D T-H-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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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單字部分 其實今天國家居多嘛 對不對 所以國家的話呢 所以可能要考考同學他們 你們的地理常識有沒有背過 接下來一抓住我們的句子的部分 來句子的部分 譬如說今天呢 你去一家 去一家還有可能是 有關原住民的 賣原住民手工藝品的 他可能裡面 每個東西呢 可能都有原住民的故事在裡面 那就是要請 可能要請店員呢 或是可能你們跟團的導遊呢 來為你介紹 那假如請他們說 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下這家店 在幹嘛呢 或是在賣什麼 或是每個東西呢 有什麼故事在裡面 請他們介紹一下 而請他們介紹呢 我們該怎麼問呢 來 可以介紹一下這間店嗎 可以怎麼說呢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About Tell about就是告訴嘛 對不對 他說 Word的話 就是Word 一般是有禮貌 就是我們請教別人的時候呢 我們用Word 反而不會用Ware 算Ware跟Word Word就是Ware過去式嘛 W-O-U-L-D Word的話呢 一般外國人他們用Word 主要是因為比較有禮貌一點 所以用Word 我們來請教別人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比較貼切一點 所以就是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就是 你們告訴我有關什麼 而有關 About this shop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就是你們告訴我有關 這間店的事情 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 裡面賣的產品啊 還是說 那這間故事的創始 有什麼故事呢 就是你們幫我介紹一下 你們跟我講一下 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唸一次 Would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好 再來下一個 可能店員呢 或是老闆呢 他們就會跟你說 假如說 今天是一個 原住民的手工一品 有賣什麼 原住民的 可能就是 手環 那種 繩子的手環 或者是有一些 圖騰的木製品 有沒有 就是有關他們的 呃 原住民的文化 他們的東西 就是木雕的東西的話呢 他就跟你講說 呃 這是一間 原住民的 手工一品店 來 那這句話要怎麼說呢 這是 這是一間 原住民的手工一品店 來 這邊有個句子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就是手工一品的店嘛 而這手工一品的店呢 是由誰 呃 這些手工一品呢 是由誰 是由誰來製作的呢 由原住民 後面再貼一個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ndigenous 這個字呢 可能會比較少看到 來 就像我們剛剛 我們那時候前面 前面那個單字部分 我們也有講到啦 Indigenous 就是原住民的 Indigenous people呢 就是 就是 我們所謂的 就是原住民的人嘛 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 原住民的同胞們 所以就是 假如 來我們再念一次 Indigenous people 就是我們的原住民的同胞們 好 我們再說一次喔 這裡 這是一間原住民的手工一品店 來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所以artifact就是手工一品 不管是原住民他們的 手環啊 或是什麼 木雕 或是他們的 一些他們自己手工編的一些東西呢 都可以叫做artifact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我們 稱作 稱作這家店 就是叫做手工一品店 我們就會說 shop of artifacts 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跟朋友補充一下呢 就是 Indigenous people 我們是稱為原住民嘛 原住民同胞們 那我們可以也用 aborig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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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代替 aboriginals呢 其實也是原住民的 來怎麼拼呢 A chaos aboriginals 再唸一次 aborig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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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負數呢 就直接加s就好 所以是aboriginals或是aboriginals 就是可以代替為原住民的同胞 好 那我們再補充的句子呢 假如說呢 原住民的同胞 原住民他們 他們做一些手工藝品 可能都是有一些色彩 一些圖騰在裡面 多彩多姿嘛 就是色彩豐富的 那如果色彩豐富呢 我們要怎麼應用 就是說 來應用一下這個句 這個色彩繽紛呢 我們來應用一下 我們說 這些手工藝品呢 都是五彩繽紛 我們就可以說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Colorful就是color 再變成形容詞 就是色彩的 色彩豐富的 C-O-L-O-R-F-U-L Colorful 就是說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就是說 這些手工藝品 原住民這些 他們所做的手工藝品呢 是五彩繽紛的 色彩豐富的 所以就可以說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句 那有些 假如說 可能原住民他們 他們的 手工藝品店呢 可能會賣不只 可能本土的東西 也會賣來自外國的東西 像是外國的 比如說 或是頭巾之類的 可能就不只這些東西 所以我只做個舉例一下 那假如說 這是哪裡製造的 因為有可能說 有可能有些東西呢 可能是國外製造的 然後再運回來台灣賣 這樣子 那哪裡製造的呢 然後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Where 就是哪裡嘛 Where is the product made 就是說 這個產品呢 是哪裡製造的 對不對 is made 我們會用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被動詞再加個PP 就是變成被動詞 因為物品它是被製造的 不會自己主動的生出來 對不對 它是被工人們製造的 所以它是被動的 我們要用被動詞 它是這個東西 這個手工藝品 或這個產品 是在哪個地區 哪個地方 哪個國家 被製造出來 所以我們要用 要用被動詞 就是B動詞 再加過去分詞 也就是PP 那MAKE的PP呢 就是MADE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要用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This product made 要變成過去分詞 而不是用原 不是現在式 用現在式的話 那文法就是錯的 好 那我們再唸一次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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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哪裡製造的 好 所以這樣子以後 我們不只買球鞋 或是買 什麼東西 買衣服 因為大家都很 很 都很care 就是產地的部分 因為可能 某些國家它製造的東西 就感覺特別好 而某些國家的東西 可能製造 就是品質可能 就稍微有一點 出入 就跟你們想法有一點出入 所以呢 要問產地呢 就是 就這樣問啊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這樣問就對了 好 再來下一句 好 來喔 那假如說我們引以為好的 就說 這是台灣製的 就是 品質第一啦 有沒有 來 這是台灣製的 英文要怎麼說咧 It i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made It's made 我們剛剛說的被製造嘛 B動詞再加PP 所以 made 的PP就是 made 所以我們用 It's made in Taiwan 這是在台灣被製造出來的 來我們再唸一次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把 那時候學到的 我們今天講到的 單字 國家的名稱部分呢 我們把它套進去用 好 這是日本製的 相信很多 可能你的爸爸媽媽 或阿公阿嬤 他們可能很喜歡日本製的 因為日本製的東西 我們都認為品質比較好嘛 那日本製呢 我們要怎麼說呢 很簡單的 我們把台灣 換成Japan 就好了 好來我們這邊唸一下喔 It's made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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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日本製的用法 那我們再多練習一次 那我們這次把國家呢 我們把它換成 Korea 用韓國好不好 就是韓國字的 像是我們常常用的 LG的手機阿 或是Samsung 就是三星的手機呢 我們就是用 欸這些手機 可能都是 有可能是大陸字 也有可能是韓國字的嘛 那我們就把 我們就是說 假設是韓國字的 那我們就把它套進去用一下 好來這是韓國字的 It's made in Korea It's made in Korea It's made in Korea 好所以呢 台灣字的 It's made in Japan It's made in Taiwan I'm sorry 好台灣字的 It's made in Taiwan 好日本 It's made in Japan 就是日本字的 好再來第三個 就是韓製的 韓國製造的 It's made in Korea 所以是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Japan It's made in Korea 好所以這樣子產地製造呢 這樣同學應該都會了吧 好我們再下一個 好假如客人很好奇說 誒這個東西呢 到底是手工做的 還是機器做的 那我們要這樣問 要問那個店家說 這個東西 或是原住民的這些 這個手工藝品 是他們自己手工 自己縫製的 自己製作的呢 還是拿去工廠製作的呢 我們要問 問店家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問呢 好我們可以這麼說 How is it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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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念快一點的話呢 假如連音的話 How is it made? 有沒有 How is it made? 我們就連音 帶過去的話 就是 How is it made? 就是誒 這個東西呢 是手工製作的呢 還是工廠機器 去做的呢 所以就說 How is it made? 這樣子別人問 他們就知道了 那假如說 我們 原住民的 他們手工藝品 既然說手工 那一定是 一定是用手 親自去做的嘛 而不是工廠 那種量產的部分 那手工呢 我們要怎麼說呢 好 這邊有一個 來 It's handmade It's handmade It's handmade Handmade It's handmade Handmade 我們剛剛說的 H-A-N-D M-A-D-E 就是它是形容詞 It is B動詞後面 可以加個冠詞 可以加個冠詞 可以加個名詞 那如果不加冠詞 就可以加個形容詞 所以Handmade 是形容詞 就是說 It is handmade 這是手工製的 It is handmade 這是手工製的 好 好 那今天的同學 一定想說 嗯 今天我們都說到 產地呢 這是哪裡製造的 還有 這是怎麼製造的 那有沒有說 這個東西呢 是有什麼製成的 那這個東西 有什麼製成的 我們要怎麼問呢 來 老師這邊有一句 來喔 What is it made of What is it made of What is it made of 就比如說今天呢 可能看到一個飾品 欸 這個 這個手工製品呢 是用什麼製造的呢 是用木頭 還是石頭 還是金屬呢 所以我們就問他說 What is it made of 它是有什麼製成的 它是有什麼製成的 What is it made of 所以我們把 後面再加一個 of 就是有什麼製成的 What is it made of What is it made of 再唸一次喔 What is it made of 我們唸快一點 What is it made of 我們唸快一點 連音嘛 What is it What is it made of 我們唸快一點就變這樣 所以這是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成分 組成的 就是說 What is it made of 那假如說今天呢 這個 可能是木雕呢 我們就會說 這是由木頭製成的嘛 對不對 或者說今天 可能是原住民他們做的 可能特製的圖騰的竹筷子 怎麼樣 就是那種 木塊 木塊的話呢 木塊子 木頭做的那種筷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說 這是木頭製的 這是木頭製造的 It's made of Wood It's made of Wood It's made of Wood It's made of It's made of Wood Wood W-O-O-O-D 就是木頭 It's made of Wood 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是由木頭來製造而成的 所以呢 問人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成分組成的 What is it made of 它說 是木頭製的 It is made of Wood What is it made of It is made of Wood 所以呢 今天呢 有關這些 以上的句子呢 不知道同學呢 就是能不能吸收的來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 我們還是把單字 以及句子 我們再來複習一遍 產品 產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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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Product Product 然後再來 手工藝品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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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F-A-C-T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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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 原住民的 Indigenous Indigenous I-N-D-I-G-E-N-O-U-S Indigenous Indigenous 好再來 顧客 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 好再來 台灣製的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Made Made M-A-D-E In I-N 台灣 T-A-I-W-A-N W-A-N 不是N 是W-A-N 所以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也可以簡稱 M-I-T 就是著名的台灣製造 好再來 大陸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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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 馬來西亞也是一個國家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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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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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P-A-N喔 Japan Japan 好再來下一個 泰國 Thailand Thailand T-H-A-I-L-A-N-D T-H-A-I-L-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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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andmade Handmade 好,再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句子的部分 好,来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间店呢? What do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What do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What do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因为Tell about就是告诉嘛 能不能告诉我这间店呢 不管是它的特色 或是它的什么故事 或是产品的介绍呢 都好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呢? What do you tell me about this shop? 好,再来下一个 这间呢 是一间原住民的手工艺品店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这是一间手工艺品店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里面的手工艺品呢 都是由原住民来制造 所以这是原住民的手工艺品店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Made by indigenous people 我们改成 of originals 也是一样是原住民的嘛 对不对 原住民他们做的 好,来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of originals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of originals It's a shop of artifacts Made by of originals 所以一样呢 两个都是用原住民的手工艺品店 一个是 indigenous people 一个是 of originals 两个呢 其实都一样的意思 所以可以同学呢 我们单只这两个都备会呢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运用了 好,再来 这些手工艺品呢 色彩相当丰富 五彩缤纷的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所以就是这些手工艺品呢 它的色彩相当的丰富 就是色彩缤纷的 Those artifacts are colorful 好,再来下一句 这是哪里制造的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就是这个东西 是哪里制造的呢? Where is this product made? 好,再来下一句 这是台湾字的 现在刚刚台湾字的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It's made in Taiwan 好,再来下一个 可能是 有可能是 我们常常玩的 PS呢? PS3呢? 有可能是日本字的 那日本字的呢 来我们这边 It's made in Japan It's made in Japan It's made in Japan 好,再来是LG 或是Samsung 它们的做的手机 可能是韩国字的 来韩国字的 这边 It's made in Korea It's made in Korea It's made in Korea 所以我们就一次学会了三个国家制造的呢 第一个呢 台湾字的 It's made in Taiwan 来第二个 日本制造的 It's made in Japan 来第三个 韩国制造的 It's made in Korea 好,所以我们一口气就学会了三个国家制造东西咯 好,再来下一句 这个东西呢 是怎么做成的 是手工 还是机器制造的 所以就可以说 How is it made? How is it made? How is it made? 所以就是问大家说 这个东西是如何制造的 是用什么方式来制造 所以我们用How How is it made? 就是问说 诶,这是手工制的 还是机器制造的呢 好,再来下一个 这是手工做的 It's handm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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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用形容词 用B动词直接接形容词 最简单的一句 It is handmade 所以我们缩写起来就变成 It's handmade 就是,这是手工制造的 好,再来下一个 我们来学一下 这是由什么成分制成的呢 这个东西 是用什么成分制成的呢 是石头 还是木头 还是金属呢 好,来 What is it made of? What is it made of? What is it made of? 我们缩写把它连起来就变成 What is it made of? 对不对 好,再来下一句 这是木头制造的 It's made of wood It's made of wood It's made of wood 这是木头制造的 好,所以呢,今天呢 同学也认识了许多 不管是 国家名称呢 还有一些 有关商品 一些问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问 其实我们都知道 好,那今天呢 购物店第二天呢 目前就是课程呢 到此为止 来,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感谢观看